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2月4日 禮拜日 唉 認真大大禍 美斯訪港搞到一堂事 最新消息如何跟大家整合一下 據報港府立即發聲明回應 為何美斯一分鐘沒有落過牆 和各位了解一下最新的發展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有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最新報道 球王美斯只坐後備直 美斯沒有換衣服沒有熱身 球迷噴爆喊回水 刪長時間形容世紀大騙案 報導機內問題到了 阿根廷球王美斯領軍國際邁阿密 今天下午2月4日 和港隊在香港大球場進行表演賽 大批球迷入場支持 不過隊長美斯全程都坐在後備直 衣服都沒有換 到原場也沒有上陣 一眾球迷大失所望 忍不住大喊回水 有球迷離場過後形容世紀大騙案 會重新評估這支球隊 據報國際邁阿密今天下午和港隊 在香港大球場進行表演賽 不過表演賽前 美斯、蘇亞雷斯等 前巴塞隆拿的球員 都在後備名單中 特首李家超、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還有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 今天都有道場冠賽 表演賽到下半場的62分鐘 佐迪艾巴 還有布斯基斯後備入體 蘇亞雷斯亦開始熱身 不過美斯坐足全程 坐在全程的後備直 未有熱身 到原場也沒有上陣 現場球迷大失所望 大喊回水 有球迷在賽事過後 甚至踢宣傳板 踢掉了美斯的頭像 表演賽過後 班主之一的碧咸也有支持 提到期望 為香港帶來更好的娛樂 不過支持期間仍然被球迷喝爆 比賽期間場外也能聽到場內的歡呼聲 和打氣聲 不少市民都在外面觀望 還有停留 在場警員也提醒市民 不要留在行人路之上 不過接近比賽結束 已經陸續有人離開球場了 當一位球迷因為美斯未有落場 而大感失望 直呼回水地說 當中球迷梁小姐離開球場的時間 感到非常憤怒 就說垃圾買阿密 世紀大片岸 很生氣 他就說自己買入 2980元的門圈 感到非常失望 就說是被找笨 他就說即使美斯 出來跑一下也OK 不用他踢 身邊球迷也說 出兩分鐘也好 另外也說說相關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因為美斯缺陣 球迷大叫回水 市民失望 說買了很貴的票 其實為了看他 報導的內容提到 訪港的美職聯球隊 國際米阿密 在今天2月4日舉行的表演賽 是大勝港隊的 4比1 不過阿根廷球王美斯最終沒有上陣 不少球迷失望提前離場 更有球迷離場的時間 不停高呼回水地說 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也有到場觀看球賽 他表示 很多球迷穿著美斯的球衣 目的是希望看到美斯出場 但最終看不到 理解球迷失望的心情 他表示 香港大球場約莫38,000個座位 今天幾乎坐滿了 情況罕見 他認為香港應該要更多舉辦類似的城市 提前離場的市民羅先生表示 買了很貴的票 是為了看美斯 比賽期間有很多球迷大聲叫美斯 但他最終沒有上陣 形容感到很失望 他表示今天香港隊很努力 踢得很好 所以美斯可能怕受傷 更加不會下場 他就說之前看到美斯沒有熱身 已經預計他今天 不會出場 另外市民洪先生說 非常失望 花了2980元 都是為了看美斯 最貴的比賽門券 都是4000多元 其中可能有3000多元 是為了看幾個球星 但今次美斯和蘇亞雷斯都沒有上陣 就說起碼都要回一半水 很浪費錢 看本地球更好 他就說不算是美斯的球迷 但認為美斯 在剛剛拿了世界杯冠軍的球員 很少機會能夠見到他 所以今次特別入場 誰知他出都不出來 球衣都不換 有沒有誠意 美斯什麼事 另外也說說港府的火速回應 面對著中路難犯 港府突發有新聞稿回應 根據HK01的報導 有關美斯沒有上陣 港府說極度失望 說主辦單位欠球迷一個解釋 表明或者會扣減1600萬元的贊助 報導一後就提到了 阿根廷球王美斯領軍的國際邁阿密 今天大批球迷入場 不過美斯最終沒有上陣 蘇亞雷斯也沒有上陣 不止球迷失望 政府亦發回應 只感到極度失望 並指主辦單位欠球迷一個解釋 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 會根據協議條款 和主辦單位跟進 包括可能因應美斯未能出場 而扣減贊助款項 涉及1600萬元 當中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在賽事完結過後約束過半小時 即晚上7時半透過政府回應傳媒查詢方式 以政府發言人的名義作出回應 說這次的活動獲得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 頒受M品牌認可 和1500萬元的配對撥款 還有100萬元的場地補助金之助 政府發言人說美斯未能上陣今天的表演賽 政府和一眾球迷同樣對主辦單位的安排感到極度失望 主辦單位欠球迷一個解釋 發言人說 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會根據協議條款 和主辦單位跟進 另邊商繼續你推給我 我推給你 根據星島日報的另一則報道 美斯沒有出場 球迷喊回水 貝君琦就說主辦方就說美斯受傷 是不能迫他下場 說不關香港足球總會的事 報導的內容提到 阿根廷球王今天沒有下場 搞到牽連大波 不少球迷要求回水 甚至聲言要向香港海關舉報 香港足球總會會長貝君琦就向星島頭條表示 據他了解 主辦方和球隊解釋 就說美斯受傷 不能迫他下場 又說國際賣阿密來港過後 一直沒有確定美斯是否會上陣 就說今天見到他沒有穿球衣 都知道有點紮實 貝君琦就說這次的表演賽 由大會和國際賣阿密談 他不知道合約內容 包括有沒有定名 某些球星必須下場 就說 捉總只是合辦 今天美斯沒有上陣 就不關捉總事 對於球迷要求回水 所以貝君琦就說很難說 國際賣阿密的阿根廷籍教練 馬天奴 前日被問到美斯有多大機會上陣 他當時回應指 球隊經過在美國 和沙特阿拉伯的激烈賽事 需要評估球員的身體狀況 期望禮拜日可以儘量給球員上場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一口氣和各位網友跟進了各大新聞的最新重點 即是最新情況 你推給我 我推給你 首先球迷大喊回水 這個史無前例 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明明美斯坊說是一件美士 本身的氣氛也不錯 結果坐爆了香港大球場 不過今天美斯沒有上場 賽事又完結了 這次大件事 現在球迷大喊回水 當中人花了2000多元 甚至最貴的張 4000多元 給幾千元進來看美斯 結果一分鐘也沒有下場 這個時間大會被追究 以及政府當然被罵 相關負責的局是楊潤雄 不過楊潤雄的局突然之間7時半又發聲明割席 就說我們都很失望 主辦單位你要負責 近年經常都是這樣的 即是發生一件事 中電又會被人譴責 港鐵又會被人罵 今次就連大會都被人罵 政府發聲明幾快下 很有效率 另一邊商就說到 這隻大大隻鑊 現在就中路難平 因為一來就有很多人 就買了貴票入場 另一邊商討論區就笑爆 笑那些人買了票被人找笨 不要那麼衰 因為說有期待 結果很失望 失望其實大家都想像到 所以迫銜甚至迫銜支持 都被在場的球迷封爆 那麼大隻鑊 相關當局會怎樣跟進 看來又是楊潤雄局長的範疇 各界的拭目以待 看看今晚會不會再有進一步的消息 大家有點看不妨留個言 聊聊天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